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近藤昭一一样 两国邦交正常化后 越来越多的两国年轻人选择走出国门 亲身去理解和感受这熟悉又陌生的邻邦 丸ごとの座祭見て 私が留学するのは81年だから 当時はまだ中国への留学生って少なかったし みんながヨーロッパとかアメリカとか 英語を勉強するという目的もあるけども やっぱりみんな欧米に行く時代だったんですよね だから非常に自分自身が興味を持っている どんな国というかどんな生活をみんなしてるんだろう っていうのがすごく思って それで中国留学しました 40年前の1982年開放の初期の始まったばかりですよね ですからまだみんな人民服を着てましたし また漏票とか不票という配給性で票がないと お金があっても物が買えないという中国でしたので 我都记得很清楚 1981年4月2号 从北京到的东京 应该说差域是很大的 到日本来 首先你看到这个满街的都是车在跑的 那么40年以前的中国 中国这个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的大学 当时我们当然全部是住在学校的宿舍的 但到日本来以后 这个每个人他都住在外面 要说要生活你是比较自由 但反过来讲呢 就是说一切都需要你自理 監督 監督がここに住む理由は何ですか 2001年 日本纪录片导演 竹内亮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为日本媒体拍摄纪录片 从此和中国结下 不解之缘 第一次来中国的印象是特别深刻 就第一个印象 哇 街头上 路上 各种各样的拍子都是汉字 因为日语也有汉字嘛 在这儿 我们现在用的汉字来源的国家 就这种感觉 2004年 在一次拍摄工作中 竹内亮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赵平 简单来讲的话 就一见钟情了 差不多16年前 那个时候在日本拍片子 要采访中国人 但是我当时不会讲中文 所以通过朋友介绍 现在的老婆赵平 当时是我的翻译 然后我在东京的地区年乐园 表白了 然后他拒绝了 我当时就整个人是懵的 其实我记不得他说了啥 因为我当时是捂着耳朵的 我说你不要说 就我感觉他要告白 我就说你不要说 我说我不要听 因为说实话 我在来日本之前 我妈妈跟我讲过 说你不会找个日本人回来吧 我说你放心 我说我绝对不会找个日本人的 所以我就想说 如果他告白了之后 我要拒绝 那我们可能今后就 不可能再见面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还是值得交往 第二天早上起来 收到了一个短信 他说想来想去 还是可以跟你交往 然后我记得第一次 跟他就开始交往 谈恋爱之后 他跟那个自己的妈妈 隐瞒了这个事情 因为他知道 肯定会反对 就我们刚交往没多久 就去他爸妈家了嘛 然后他妈妈就问我 我儿子哪点好 你觉得跟我儿子交往 没问题吗 我今天不是过得意呢 就基本上是这种反应 对 所以他爸妈就完全没有反对 就反而会担心我 我一共来南京来了三次 就为了提亲嘛 就虽然他的父母一直反对 因为第一个是 如果我跟他结婚的话 他留在日本 担心嘛 第二个应该是有历史的原因吧 但是一直坚持 就不放弃 然后一共来到三次 就是第三次的时候 他终于同意了 就是三股毛茹嘛 最后就是基本上 不是说我们说服了他 而是我妈妈 算理解了我的心情 然后放弃了 他的这种执念嘛 对 2007年 在克服重重阻力后 竹内亮和赵萍 在南京举行了婚礼 我想 我想跟你结婚 我让赵萍 2011年 竹内亮为拍摄纪录片 长江天地大祭行 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后 萌生了前往中国 工作生活的想法 我真正的喜欢上海 就是通过 十年前的长江的片子 走遍过整个长江 青海 云南 四川 重庆 湖南 湖北 江西 安徽 江苏 上海 都走遍了 真的喜欢上中国了 然后我跟老婆说了 我想去中国 挑战自己 但是被反对了 因为我们在日本 已经非常稳定了 就房子也买了 工作也非常稳定 所以为什么冒陷去中国呢 他就提出来 想要去中国发展 那当时我是非常反对的 因为我就觉得 不可思议 你现在这个工作 做得好好的 对吧 我这个工作也挺顺利的 为什么要 对 去中国 去创业 而且说是做视频这块 我说我完全没有经验 也没有人脉 我是比较喜欢 安稳一点生活的人 但是认识他之后 我整个规划全都乱了 那还是我坚持吧 坚持 两年一直在说服他 后来他终于同意了 因为我不放弃 然后2013年 一家人搬到南京 2014年 竹内亮和妻子赵平 在南京创办了一家工作室 此后制作了 《我住在这里的理由》 南京抗疫现场 后疫情时代 《好久不见武汉》等一系列 展现中日两国真实现状 增进中日两国民众 相互理解的纪录片 随着视频在网络上走红 针对竹内亮的质疑声 却越来越大 比如说我跨日本了 我被中国网友说 你是日本政府的建议 然后我拍中国文化 跨中国文化 但是我被日本的网友说 你是中国政府的建议 真的很多 但是我完全不在乎 无所谓 之前说实话 我会是纯粹从一个妻子的角度 去支持丈夫 去做她想做的事情 但现在发现其实 她的影响力也出来了 那我会觉得是希望 她能够用她的视角 去传达更多的东西 希望她的影响力 能够把更多的 互相的好的东西 能够传达出去 我们是希望说 能够让大家互相 真正的了解之后 那你觉得喜欢 那你就喜欢 但是如果不互相了解 然后就停留在 一些刻板印象 特别是不好的 刻板印象上 然后造成一些不好的误解 或者更不好的结果的话 其实我觉得太可惜了 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 越来越多的民众 在对方国家学习工作和生活 对于中国留学生李光哲来说 尽管十多年前出到日本时 经历了短暂的水土不服 但也在那时候 她受到了陌生人的倾囊相助 使她能够留在日本继续发展 08年吧 之前我自己就独立创业 因为当初我在那个企业里 学了做贸易 我就注册了第一个公司 开始就做自己的事业 好多人是最大的障碍是 刚来日本之后呢 无法融入日本社会 我来日本不到三个月 认识了一位日本的一个老人家 正好有一个商机 需要一笔资金 因为我都里边没有多少钱 然后我就突然找他 能不能借给我钱 当初我也没想到 他就同意了 把现金就给我了两百万 然后我这种第一笔生意 是拿了地统金 如果没有当初的两百万 肯定没有今天的我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中国留学生颜浩 借助此前在日本学习 医学统计时积累的人脉 和几位朋友合伙 创立了一家公司 没想到年轻时的一次创业 如今已是他成为了 亚洲临床试验外包业务领域的领军人物 一开始几个中国的留学生的同学 咱们聚在一起 那我们也得有个地方 我们就成立一家公司吧 我们的业务从大的来讲 就是面向大型的制药企业 也包括医疗器械 医疗设备企业 来帮他们药物 医疗器械研发 我当时在进入这个专业领域的时候 日本这个专业 它还是一个新兴的领域 研究这个领域的人很少 那么现在呢 这块业务呢 在日本呢 经过30年的发展 那就是规模 是第一 在彼此的国家留学生活的过程中 中日两国人民增进了相互了解 看到了真实的中国与日本 他们也希望通过自身 为促进两国关系发展 做出努力 我们的身份是中日的一个夫妻 因为我们对互相了解 应该是最深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 应该是最真实的一个 双方的人民的样子 如果通过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能够促进一些中日之间的了解 那肯定是最好的 然后也是我们坚持的一个意义 因为以前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来中国的 但现在的话 完全是已经半个中国人了 我的朋友 同事 家人 工作 生活 都在中国 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喜欢中国 所以待在中国 如果我不拍片子了 也想待在这儿 日本と中国の若い人 であればあるほど 互相にそういう交流をする中で 等身大の日本を 中国の若い人にも 見てもらいたいし また日本の若い人にも 等身大の中国を見てもらって 互相にその意見を 交流を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が とても重要だと思います 国交正常化をすることが 両国の国民の利益につながるんだと その時にそういう共同声明を発表して これが両国のために そしてアジアのためになるんだと その時の精神を忘れずに 50年60年100年